大伯 終於被救了下來 但陷入昏迷 消防人員急著實施CPR 弟媳雙手撫兄頻頻祈禱 因為大伯是為了返回火場 搶救自己的女兒被搶婚了 屋主忍不住痛罵媳婦 沒在第一時間把女兒叫醒逃生 火警是發生在清晨五點多 偷天明宅的四樓後方突然起火 一家三代同堂 總共住了12人 結果10個人全逃了出來 屋主47歲的大兒子 原本已經逃出 為了年僅9歲的子女 他再度返回火場 結果雙雙嗆昏在房子裡 71歲的屋主一度想上樓滅火 臉部也遭到灼傷 他直呼自己沒關係 擔心著孫女及大兒子的傷勢 結果9歲女童緊急搶救送醫後 恢復脈搏呼吸 已經轉送家戶病房搶救 而他的大伯送醫後宣告不致 大伯為了搶救自己的女兒送人命 媽媽忍不住掉淚 爸爸也無欲 只希望還在搶救中的女兒 能夠脫離險境